快过年了 22号 书法家郑友亮将军 牵着孙女来到金门植物园中山市 现场辉豪战地春联赠送给民众 战地春联的内容 充满最有在地的军事标语跟精神口号 林务所的所长表示 金门的植物园前身就是苗普连 这几年在军方县政府等单位的协助 保留军事建物的同时 利用周遭自然环境资源特色 已经通过环境教育场所认证 这回配合春节 邀请老连长 也就是书法家郑友亮将军 回来金门谢春联 因为现在盐期把当初的这个刁把 把它活化成一个现在的一个植物园期 而且这个植物园期也活化了非常亮丽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把以前金方所留下来的这些标语 把它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 那结合这个苗普这个营基 我们来写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些春联 让一般的百姓或者是年轻的朋友 都能再体验一下 当初在柳营过春节 他书写的春联是跟一般 所以外面百姓住家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主要来这里书写重返营基写春联主要的一个目的 经过我们活化再利用之后 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自然环境教育的场域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以前苗普连的老连长郑友亮郑将军回来 那有别于其他写春联的方式 我们今天尽量以军事标语 或一些激励人心的语言 来呈现跟当年的氛围 那也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活动 来凸显植物园的特色 林务所表示 农历的初一到初三欢迎乡亲 来到林务所的森林公园 以及大墨镜的龙园 金门植物园等各园区 走一走看一看拍拍照打打卡